嗨大家好 这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护发专题的这个更新 因为其实在几个月之前我有做过一支护发的分享 但那个时候是夏天是针对我夏天 头皮跟头发的一个状态来选择我自己的一个用法 其实因为换季我自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特别缺水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从头发皮肤这一类的就会体现出来 会显得我头发发质会比较干 然后就是脸上皮肤上会比较缺水 所以在尤其是在头发上的一些护发的选择 就是护发产品的选择上 我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滋润度比较高一点的 或者是就是怎么说 从洗头开始就选择一些带有润度的一些产品 就是滋养型的产品吧 所以首先我们从洗头开始讲 现在洗发水用的是这个Kerasis Naturing Nourishing Shampoo 然后这款洗发水是我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夏天的那款购物视频里边 我有买到一套洗发水 然后那套现在正在用啦 不过我正在用这个他们附赠的这个赠品妆 针对于脊损伤发指的一款洗发水吧 然后它的这个润度比较高 就是待用它洗完头发以后头发也不会特别干 所以是整个洗完感觉会很好的这种洗发水 我在用它光用它洗头的时候 我觉得头发丝也不会说有那么的干 然后头皮也会被洗得很干净 而且就反正之后我还会用后续一些护发油之类的嘛 所以就没觉得有太大的就是缺点嘛 所以整个这款洗发水用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讲护发素最近换成了这个铝 他们家的这个护发素自己是大概两到三天用一次吧 比如说周一我用到这款护发素的时候 下期用可能是周三或者周四 所以就是大概隔两到三天一两天这样用一次 我不会天天去使用它 我怕天天使用它的话头发营养会过剩 反而会伤到我的头发头皮 所以这种东西营养性比较高的这种 大概就是两三天用一次 铝这个品牌其实我从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一直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就是头发上用的东西 之前我用过他们家红色那个系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基本款嘛那一款其实就已经相对很好用了 然后后来又用到他们家的紫色那一款 然后还有用过棕色的然后后来用到黄色的 其实在这几个系列之中我自己是最喜欢黄色这个系列啦 一是它能让头发变得很很怎么说呢 很蓬松不会软啪啪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它这个护发素也是能特别的滋养头发 其实我在韩国也是我自己的朋友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玩的几个韩国朋友也是 或者是之前跟我一起住过的几个韩国人也是 几乎所有人吧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这个品牌 就是不管是只用他们的起发水也好 或者是只用他们的这种护发素也好 或者是只用他们家的这个法膜啊法油啊这类的都好 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这个铝这个品牌 所以是一个怎么说呢 普及率很高的一个喜护的产品吧 然后它的口碑也相当的好 几乎我见过的人我问过他们这个产品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真的很好用 除了刚刚那款护发素之外 我定期会用到的护发的产品 还有这款法膜 这款法膜之前我应该也有在 爱用或者是购物分享视频里提到过它 然后它现在是怎么说的 我有点开始舍不得用的状态 因为其实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然后它是我每周大概一次吧 用一次左右 比如说我可能周六会用到它 下次可能会周日用它 就是在周六周日两天 不一定是哪一天了 会用到这一款这个法膜 然后它这款法膜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刚洗完 尤其是刚用完它的那头几天 头两三天 头发的状态会非常非常的好 就算你是只用洗发水 然后什么都不擦 直接把头发吹干 稍微疏一疏 也会 头发也会变得特别有那种蓬松 然后就是亮亮的 然后很柔顺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看我照片也好 看我视频也好 就觉得我头发亮亮的 顺顺的感觉 其实可能是用刚用完它的那几天 刚用完它的两三天的头发的一个状态 还没用我的朋友 真的建议你去试试看 然后有用的朋友 肯定你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自己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款法膜 在吹头发之前 我一般的时候会用到发油嘛 因为平常就只用这个洗发水来洗头 所以在吹头发之前 就是在头发湿的时候 会在头发上擦一些发油 在用的发油有两款 一款是这个美妆鲜的 这个Perfect Repair这款发油 我不知道用了第几瓶吧 应该有四五瓶了吧 所以这个发油都是我一直非常非常爱 一直都有囤着来用的产品 另外一款发油也是从上个月开始 才用的这个Olea的这款发油 不过我选的这款是中性质 干性发质的这个这一款 就是怎么说 用完它的感觉 头发就很有光泽感 尤其是在湿 头发湿的时候用它 然后在我头发吹干 这个头发就会变得非常的软软的顺顺的 然后非常非常有质感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跟我的发质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就建议推荐你试试看这款发油 如果说你找不到刚刚那款美妆线的发油的话 我觉得这个发油也是很好的选择 接下来吹头发的这个步骤我用到的这款吹风机是Panasonic Tauberi 然后EH5253 然后是1200瓦功率的这个吹风机 然后你可以从它这个抹粉的程度看得出来它已经有年头了 而且我不确定它这款吹风机是不是现在在市面上还找到 因为它已经跟了我有大概十年的时间了 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吹头发的方法 就是我吹的时候以前都会顺着这个发根的方向吹嘛 但是我们每次去这个理发店在整理就是发型的整理发烧的时候 就是剪头发这个理发师都会跟我讲 它说吹头发的时候就像逆着发根吹 你比如说头发你是往右边分你就往左边吹 往左边分的话就往右边吹这样 而且吹的时候我会把整个头发完全吹干 尤其是之后要用这个就是烫发棒的时候 要用这种垫棒卷的时候会把头发完全完全全的吹干 然后再用后续的这个就是垫发棒啊或者之后的产品 用到造型的产品我有两款就是两款就是这个吹头发的产品嘛 一个是这个它是谁家的 它是菲利普家的 这个就是它叫什么 Salon Air Stylist 菲利普家的这款吹风机 之前我是想买垫棒卷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这款产品嘛 这款就是吹风机 然后觉得很神奇吧 所以想买来用用 然后它还有其他的两个这个插头 一个是这个梳子 然后还有卷的这种就是垫棒金属 就是卷筒的这个头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会放照片在这里啦 成功穿上头发就是头发会变得特别的蓬松 会显得你头发特别的多 而且会怎么说呢 看起来头发会特别的有那种造型的感觉 所以是很好用的一款就是造型用的产品吧 然后我不知道在国内找不找到啦 不过你去菲利普的网站上看 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款产品啦 平常我自己在做这种发型的时候 用到的是这个电放卷嘛 这款也说过相当多次了 直径大概25吧 25毫米就是2.5厘米这个宽度这个直径 一般都是放在它这个自动设定这个温度180度 然后就能烫出我现在这个效果 可是一直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 我这种头发是怎么弄出来 怎么卷出来的 可是从我会卷头发开始 就从来没换过方法 就是我卷头发的这个手法 一直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我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但是就一直有朋友说想看我这种头发是怎么弄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在弄头发的时候就是卷 一般都是比较注重发跟发烧的位置 因为希望它卷起来嘛 这样的话发烧的位置就会有这种卷卷的感觉 就会显得比较 嗯怎么说呢 会显得头发比较多一点 而且就是也比较好看 因为我脸这个地方比较宽 这个这个地方会比较宽 肉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把它弄起来之后 就会显得脸稍微窄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让这个有稍微有一点弧度的时候 会显得我脸型比较好看 相对的会显得我脸型比较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用右手卷左边的时候就比较好卷嘛 可是我不会用左手卷右边 所以用右手卷右边的时候就 比较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理解的一个方法 但是是我自己惯用的一个手法啦 就是这样用拇指按着这个夹子 然后把头卷起来 然后再捞到后面去 这个方法 真的是我一直都在用的一个手法 卷头发的手法吧 我从来没用过其他方法的卷头发 其实在卷完头发之后 我的头发头皮 就是整个发根发烧之类的就已经很喷了 但是要怎么持续让它一直这么喷呢 一整摊下来它都不会变呢 用到的当然就是发胶了 很简单的道理吧 你想让头发坚持这个 挺住这个造型的话 一定要用到就是定型喷雾这种东西啊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这一款 Gatsby这个MT-Lock Sprint 然后这款Gatsby这个品牌 我也有在之前讲过吧 因为我用过他们家的发辣 现在也正在用了 偶尔就会有不停画头发的出现的时候 会用到发辣来控制它 它自己后面打的标语有三大优点 然后第一个就是能非常轻松 就有头发定型 就是你只要喷一喷 就是头发发型就会定住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持久力非常强 就是一整天下来都不会怎么变形 就是头发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有护发的这个效果 所以当时我在看到这个第三点的时候 我想说好吧买来试试看 因为其实很多这种定型喷雾 要么喷完以后头发会特别的硬 要么就是持久力不够好 然后要么就是用完头发会特别特别的干 但是这款定型喷雾 用完它的效果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我整个头发还是非常非常的顺 非常的软 非常的蓬松 然后也不会说看起来很干燥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整个头发看起来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而且重点是它的持久力真的很强 你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我要出门 早上大概七八点钟化完妆 然后就是做完头发之后 晚上回家大概五六点钟 我的发型还是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还跟早上出门的时候头发的状态差不多 就觉得我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产品 而遥遥也没剩多少 大概已经剩这么多的感觉 所以继它之后 我又买了一款新的这个定型喷雾 然后这款我也用过大概四五次了 目前为止就交替着用 这款我看它的说明是因为什么呢 它是在风天跟雨天都会强力定型的这种 就是定型喷雾嘛 这款喷雾跟刚刚刚那款喷雾 它们两个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味道 所以在用完这些定型造型产品之后 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化合味道了 我头发上还是会有那种 我就是用过的发油啊 或者用过的护发素之类上面有的那种 就是洗发精的那种香味 所以是还算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 OK 这一支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因为头发其实我自己真的不是那么有在用心的去管理 只是说通过这些平常在用的这些护发产品的这些步骤 来管理我的头发 平常在护发的这个步骤和用到的产品就是这么多 就这两个月集中在用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然后用到的步骤也是跟大家分享的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建议吧 但是我自己用到的这些产品跟用的这个步骤 下来的感觉就是一支我头发不会有分叉 然后我头发也会变得很柔顺 不会很糟的感觉真的很好 而且一直会让我头发保持一个很有光泽感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更好的产品呢 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护发的方法的话 希望你们留言告诉我 然后也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土豆频道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 还有其他一系列 网路平台 然后记得要点个赞 然后还有告诉我你们想看一些其他的主题 我都会在之后世界里慢慢的这样记录下来 然后长时间上传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